人民空军创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伴随着改革强军进程 人民空军正努力朝着建设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大跨步前进 当前隐身战斗机歼20 大型运输机应20列装部队 新训法新战法不断涌现 不同单位飞行员编组训练 不同机型编队训练 模拟真实战场环境训练 体系化作战训练等 都让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得到检验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也显著提升 我们从传统的二代机到三代机到四代机 这个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 科技含量非常高 整个思维理念转化要非常大 因为它里面有各种融合 涉及到各种领域的跨领域的结合 约20飞机具有机舱空间大 装载人员和装备多 开散动载小等特点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将更多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投送到战场 有效提升了空降兵跨域投送的能力 从国内到海外多国 从战略投送到远程支援 人民空军的航迹越飞越远 能力越练越实 跨入战略空军门槛 人民空军积极探索体系作战能力 与其他军种联合能力 围绕能打胜仗 潜心打造多个实战化训练品牌 组训空间向海上高原夜间电磁等多维度延伸 军事训练的含战量大幅跃升 组织兵机舍舟 晚七点机动至抗击地域 记住就打 历经七十多年接续奋斗 人民空军正在新的起点上 加速推进战略转型 从战略预警到空中打击 从常态化战巡南海 到多机型绕岛巡航 每一架战鹰的起飞 都是部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每一次任务的完成 都彰显着人民空军 守卫空天的信心与决心